最近听说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 陶渊县政府跟他说 你名下有100坪的建地 然后他突然就变5000万的大富翁了 1000万富翁 真的不是千万 100坪陶渊航空城的建地 一坪50万 突然就变成5000万大富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7万分钟 对啊 陶渊航空城3000多公顷的区段征收 他阿公本来有大概1分多地 300多坪 配回比例大概多少你知道吗 40万 大概4成左右 所以300坪配回4成 那100 配回120多坪的建地 那陶渊航空城能建地大概1坪多少 陶渊航空城能建地40万50万60万都有可能 如果你是1000坪2000坪 卖个100万 说明也可能有建商店去看 那可以盖高嘛 对 所以你看 因为他阿公以前有一分多地 很多农民都有一分多地 然后他就去美国留学 回来之后就多了100多坪的建地 既成取得啦 是啊 就是祖宗有保佑 上费只烧好香 对 区段征收配回来农地叫做什么 地 加地 那如果市地重化农地重化配回来叫什么 地 配地 消费的费啊 对一个是地加地一个地费地啊 所以这个你赶快去买农地 以后如果被征收的话 你孙子你儿子就会说哇 感谢我的阿嬷 感谢阿嬷 有买农地 然后费建地 谢谢乃团 谢谢乃团 对 现在祖北最大规模的去段征收就是我们的不育田 然后现在最大规模正在进行开挖的最大的地重化是我们的官府二期 哦官府二期在好市桌旁边 新竹市东区那边 靠近国道一号的公道五交流道那边 对 这方面想要做农转建的部分 都可以来给我们做咨询 因为那边听说有好几家健身公司 买农地一瓶买30万 40万 50万的农 买那么贵的农地做什么 就是期待有一天它能够华力转身 拿到抵肺地吗 抵肺地能做什么 抵肺地就是建地啊 对啊 建地就可以做什么 可以自己盖房子可以拿出来卖嘛 对 对 对